大家好,我是一阳 在日常的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你上火,愤怒,生气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跺脚 你会发现在跺几下之后,仿佛气就消了大半 其实跺脚是我们人体一种本能的行为 在跺脚的过程中,气就会被自然而然的震出我们的体外 其实跺脚不仅仅可以消气 它还有几个非常神奇的好处 第一,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 第二,就是它可以消闷气 因为在我们的双脚上面,各有一个消气穴 叫做太充穴 第三,就是在我们的脚掌外侧 是膀胱经循行的位置 通过跺脚可以渐运膀胱经 第四,就是可以缓解压力 我们在跺脚的时候配合呼吸 可以很好地去缓解我们精神上的紧张 第五,跺脚可以补助肾气 因为我们的脚跟和肾经密切相关 通过跺脚对我们肾经上的穴位进行刺激 能够很好地促进我们肾经的通言化气的作用 第六,是跺脚可以将我们身体的气血往下指引 在跺完脚之后,我们会感觉到双脚热乎乎的 可以改善缓解我们手脚冰凉的问题 第七,就是跺脚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 我们身体很多的关节在跺脚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地灵活 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振动 动作练起来非常简单 首先要准备一个比较柔软的垫子 两手插腰自然站立 一条腿支撑,一条腿抬起 把脚抬离地面大概四五十厘米的高度 然后用力地跺脚 使全身能够得到振动的力度来跺 可以感觉一下,看看你的全身是不是都在振动 这样右脚跺完,再换左脚 跺完以后,可以用两手拍一拍腿部 可以帮助放松和更好的疏通 这个动作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练习 对于年龄比较大,不方便站立的朋友 也可以坐着练习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易阳,咱们下期见